哈喽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去把这个buildsup当中 一些这样的小的知识点 再来跟大家时移一下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buildsup当中 四个常用的这个对象 对吧 这里的话我是列出了四个 这四个的话是就是我们那个文的当中 包括我们在开发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这四个四种对象 好 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tag对象 这个tag对象的话是我们使用的buildsup当中 用的最多的一个这样的对象 基本上你要buildsup这个东西 你就一定会跟这个tag这个标签 这个tag这个对象来跟大家打交道 那么我们这一份的话 就以这个代码的例子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来到我们的这个pyshop这一份 这一份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叫做代目4.py 然后把那个什么呢 腾讯的那个代码已经放到这个地方来的 然后我接下来就在这个下面来写这个代码 那么就是sof等这个什么的buildsup 然后在这边写个传一个html自布上进去 接下来的话再给它指定这个什么的解析器 是用那个lxml的方式进行解析 run 好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 那么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tag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个标签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个table标签 标签把它给找到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对吧 就是sof defined 然后是那个table对吧 因为find的方法 它只会返回一个元素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拿到这个table的标签了 然后我们这里面写一个table 这个边缘来接收一下 这个边缘来接收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table 它的类型 table类型 我们的加拿来运一下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类型 是不是bs下面的element下面的那个tag 对 那么我们的话来写一下 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类型 from下这个什么呢 bs的element import下这个tag 对吧 孔子加b进去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那个tag的一个这样的对象 一个tag的对象 然后我们把左边这个把它给打开 然后的话把这个struct这个地方选中 struct选中struct最难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当中 这些代码它的一个这样的结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找到那个tag 然后的话找到下面 找到下面 这个tag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使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的话在这个上面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一些眼熟的一些 等等东西 对吧 比如说这个struct的话 是不是我们上这个跟大家讲的 是吧 就是你获取一个标记里面的这个文本的话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struct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 struct的struct的struct的struct 就是那个 获取那个 缺掉那个 空白字符的一个这样的 的一个这样的什么 一个这样的 函数对吧 还有什么的get a test这些函数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 这个呃 这个是panel属性的啊 panel有没有属性的啊 你看到panel有没有属性是不是有那个key in self.addis里面 判断看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吧 就这个addis的话 它是已经保存在的呃 这个标签上面的一些属性 那么你判断这个key有没有在这个属性里面 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判断看 对不对 那么这个行事的话 是不是我们没有讲到哈 当时的话你看一下 因为也是看得懂的啊 呃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其他行事对吧 有fan的方法对吧 有fan的奥方法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stack的方法啊 然后还有stack的one方法 stack的one方法这个方法 我虽然我们也没有跟大家讲到啊 当时的话 他其实呃 也也是非常类似哈 就是跟我们这个stack的是一样的 就是在使用这个stack的时候 给他传那个limit是等一 就是说直选几一个啊 直选几一个啊 那么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对吧 非常简单啊 呃 那么这个stack这个tag这个东西的话啊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过很多的 对吧 跟大家讲的过很多的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还有那个strength 把strength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tag啊 这个的话就是tag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看啊 再来往下面看啊 下面一个下面一个的话 我们现在看下这个bill of soft吧 现在看下这个bill of soft啊 这个bill of soft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sof啊 就是这个sof啊 这个sof这个对象的话 他其实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啊 present一下这个什么呢 so啊 type sof对吧 然后的话我先把这两个项目注视一下啊 它是一个bs下面的这个bill of soft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光标放在上面 然后按下ctrl加b啊 这样的话就跳转到了我们这个bill of soft这个类的定义的地方啊 然后我们把鼠标滚动到最上面这个定义的地方 它是一个叫做bill of soft这个类 它是继承自谁啊 是不是继承自这个tag吧 你们看到没啊是不是继承自我们的这个tag啊 继承自刚刚看我们的这个tag吧 呃就是继承自那个啊 那个tag啊 就是继承自那个tag 所以我们就能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bill of soft这个类的话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tag啊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tag 所以我们之前啊 通过这个sof点发案的吧 发到二这次方法 其实并不是这个bill of soft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tag的 对不对 我们来写下from bs4的element啊 你破了一下这个tag 其实这个final还翻到二这次方法 是属于这个tag这个类的 对不对 所以你在啊 所以说明这个地方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sof上面能用到的一些战斗方法 其实在我们下面那些标签上面也能够用得到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想在这个table上面 我想在这个table上面 我想找到所有的tr标签 那么的话是不是可以放到all方法啊 那么其实可以放到all方法把tr这样去取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个final方法啊 它在本质上就是属于这个tag的啊 那么我们之前使用这个sof 放的方法的话 它其实借助的是这个tag的这个方法 对啊 说的话大家这个地方的话啊 我相信呃 听到这个地方你就应该能够明白了 对吧 之前可能有的东西啊 好像呃 这样写你就可能能明白 sof点发案的方法 你可能就能明白 但是如果如果通过这个呃 final放放把这个table找了找出来以后 再通过这个table再去掉这个final号 你可能就会一里崩逼 哎 这个该怎么用啊 是吧 为什么在这个table上面也能用呢 这样的话 我相信讲完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可以明白了 对啊 其实本质上并这些final和final号这些方法 其实本质上不是属于这个sof的 而是属于这个tag的 而是属于这个什么呢 table的 对 因为table这个东西 它本身就是一个tag标签 就是一个tag的一个任何类 一个人的对象 对不对 说的话 你在table上面也能够使用这个final offer 好吧 这个到底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然后我们这个sof的话 它就相对是对我们的这个tag进行了一层 这样的更加深层次的一些这样的包装 以及一些这样的数据的 判断和处理啊 那么的话 感兴趣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基本上这个方法的话 用的不是很多啊 基本上这个sof这个类用的不是很多 基本上就是用它来创建一个人的对象 然后的话去查找一些这样的对象啊 然后这个sof的话 它还可以去什么呢 啊 去创建一些这样的标签 去插入一些这样的标签 去判除一些这样的标签啊 当时真的是用的比较少啊 真的是用的比较少了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不去跟大家讲到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啊 tag和啊 beautiful software 这两个东西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navigable stream啊 这个就是navigable stream的话 其实它本身上就是一个啊 自不转的类型啊 自不转的类型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也是来跟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sof点那个什么呢 点那个fun的 然后画fun的那个什么呢 呃 因为我们上这个 跟大家讲到吧 对吧 就是这个stream哈 这个stream的话 这个stream的话 它是指的什么呢 这个stream 它是指的获取到 那个标签下面的 那个直接子元素 对吧 那个直接子元素啊 所以的话 你要你要获取这个这个table下面 所有的这些子孙啊 子孙文本的话 是没办法获取的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这边为了跟他就演示好 我们这边的话 就第一个标签 把这个div啊 div 然后是下面给个啊 div啊 然后比如说下面 下面给个什么呢 给个那个 我是div中的文本啊 我是div中的文本啊 然后我们再来打 首先我们获取一下这个div 把div的这个sof啊 sof点范的啊 范的那个什么的div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type啊 看一下这个div啊 不是不是这个type哈 是看这个div 他的那个什么呢 自传的啊 他那个string是什么样的类型啊 看下这个string是什么样的类型 可能在什么 可能在加来一下 他是不是一个bs element下面的navigate navigable string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数据类型 好吧 从下这个bs4点element input了一下这个什么navigable navigable string啊 哎 navigable string啊 然后我们可能加b进去看一下啊 呃 他其实本质上就是继承自这个啊 python 类质的这个sdr的这个啊 这个数据类型对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的话 他可能加了一些其他的处理的一些站的啊 也处理的一些站的函数啊 处理的一些站的方法啊 但其实的话他加的也比较少对吧 本质上其实呢还是一个资本啊 本质上还是一个这样的资本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啊 navigable string啊 这个的话也是没什么好讲的 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啊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普通的python里面的那个 呃sdr来用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下面一个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 common的这个东西啊 common的话代表的是代表的是那个什么的评论啊 但不是评论啊 代表是那个一些这样的注释的东西啊 代表的是一些注释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这边再给他加一个p标签好吧 给他加一个p标签啊 p标签 然后的话这个下面啊 大家都知道对吧 在我们拍子当中 如果我们有个代码 我们不想让他执行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写一个注释啊 是吧 这是注释啊 那么其实在什么呢 在我们的这个hp代表当中也有这种注释啊 只不过这种注释 他写法的话比较麻烦一点 也不像是这个地方不像是我们拍子当中给一个警号就可以了啊 他现在反正怎么起去写的呢 这个地方跟大家看一下啊 他是首先一个监挂 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啊 给个给个赶套 然后在这个地方给个两个横杆啊 在后面再加一个监挂 在前面加两个横杆 在中间的这一串字符账的话 就是属于那个注释的字符账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里话我们跟大家银示一下啊 搞那后 等会呃 横线对吧 横线啊 这样的话中间写的就是注释啊 比如说我是那个注释字符状啊 我是注释字符账 那么我们想要获取到啊 这个注释字符上 我们该怎么去获取呢 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获取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批标签啊 接下来通过这个 呃 受苦点放的啊 的方式来获取 对吧 获取到以后 接下来我就可以通过这个 p 顶顺的方式来获取的啊 那么就p print 一下 p 顶 sd r 啊 andry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批标签下面的这个啊 注释的字符账 好吧 孔着夹子放在下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直接下啊 再来直接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我是注释字符账啊 对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样来做一下啊 这样来做一下 就是我把这个注释 我放到另外一个新的这一行当中 啊这样 就是现在和刚刚那种有什么不一样呢 唯一的不一样就是刚刚那种方式是把p 标签和这个注释字符上写到一行当中 现在的话是写到了三行 现在现在写到了三行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我再通过这个p 顶水 看一下还能不能获取到我是注释字符上这个啊 我这个注释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直接下啊 哎这样的话获取到的是不是一个浪啊 那么为什么获取到的是一个浪呢 啊 其实原因哈 原因的话这部分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tring这个东西的啊 之前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过对吧 这个string他获取到的是那个啊 直接子元素下面的那个啊 那个什么的那个文本对吧 其实这个string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这个如果如果在如果在这一个标签下面啊 在这一个标签下面 如果有如果存在多个字 如果存在多个文本啊 如果存在多个文本 那么的话他就获取不到了 那么的话他就获取不到的啊 那么有的同学就想是吧 老师这个下面不是只有这一个文本吗 我哪我哪里获取到的呢 啊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文本啊 如果你这地方给他进行换行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的话就存在一个换行服 明白吧 存在一个换行服 包括下面的话也存在一个换行服 包括下面也存在一个换行服啊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这个p标签下面包含的哪些东西呢 可以非常简单 通过另外一个属性 叫做contents啊 cntts啊 contents 我能讲啊 我们的加打印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 他就可以把你这个标签下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的把它给打印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他有那个换行服 然后我是啊 诸识字符啊 然后还有那个我啊 一个换行服啊 对 好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呃 pps下面哈 如果存在多个字符的话 那么你他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sdr 通过这个stream的方式就获取就获取不到的啊 就获取不到的啊 这个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啊 如果啊 这个标签下啊 如果这个标签下有多个啊 字符啊 有有多多行啊 有多行 字符啊 那么就 那么就就不得获取到对吧 所有的话这个sd的话哈 他使用起来真的局限性会比较大 对吧 就是如果这个里面你有多行的话 翻了多行那种 你通过这个sd的方式都获取不到啊 都获取不到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conex啊 不是conex啊 就是那个stream好吧 好 那么我们看看的话 本来是要去讲那个comment就是那个啊 中式对吧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 呃 讲到这个东西我们就跟大家去提一下那个stream的一个另外一个特点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讲到这个什么呢 再来去讲到这个comment啊 好 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给拿掉啊 好 然后的话通过这个什么呢 p啊 然后的话这个下面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p.stream啊 p.stream 可能加s宝自家啊 好 这样的话他得到的是那个我是自传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stream他这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啊 他得到的是不是一个comment这个呢 一个人的类型啊 我来打这个啊 其实这个东西的话他也是非常简单的吧 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啊 加了一个前坠一个后坠啊 然后在这边他其实还是继承自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navigation stream啊 继承自我们这个navigation stream啊 说的话他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navigable stream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好减的 只是让大家能够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知道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几种啊 几种这个常见的类型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就是说这四种常用的对象就已经讲完了啊 基本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tag啊 这个tag 其实beautifulsop他本质上也是属于这个tag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呢 navigable stream啊 navigable stream navigable stream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上啊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python当中的一个sdr的一个这样的数据的型 对不对 好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前面看啊 再来往下面看 下面一个的话就是去便利这个文档数啊 便利这个文档数 那么便利文档数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要跟大家讲那个什么呢 讲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cones 一个叫做tril整啊 这两个东西都是用来获取一个标签下面啊 包括一些文文的啊 包括一些呃 子标签啊啊 那么这个cones和这个tril整的话 他们两个都是用来获取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这个cones他返回的是个列表 而这个tril整他返回的是一个生成器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给大家也是啊 呃 比如说我还是获取这个 我我我获取这个div吧 我获取这个div啊 好 我们再打按一下对吧 刚刚其实已经看到了啊 就是我是文本啊 我是文本啊 好 那么我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再把什么呢 把这个呃 来看一下他的那个类型啊 其实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到他类型的 他是一个呃 中矿的其实 那么他就是列表的其实 对吧 我们来看看啊 啊 列表的其实对吧 类似的啊 那么如果我们这地方调的是一个什么呢 tril 就是l drdr dr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他反过来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啊 一个迭代器啊 一个迭代器 一个列表的一个迭代器 迭代器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便利的啊 就是可以进行便利的啊 啊 那么我们的话如果用 如果用来便利的话你两种方式都可以 好吧 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呃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获取了这个泰宝 然后的话就便利一下这个泰宝下面的东西 好吧 这个地方是那个t a b l e啊 然后这个下面是那个t a b l e啊 然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便利一下啊 放那个什么呢 那个 呃 1l1m1d element in t a b l 1点什么呢 contents啊 contents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打一下 1l1m1d啊 可能加什么的下 可能加了一下 哎这个下面的话是不是就便利到了 只便利到一个吧 哎 不是便利到一个好 谁没有的话有两个空白字符 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body啊 这个body的话是啊 table的一个这样的直接子元素 对吧 接下来下面的话也有两个这个化行啊 也有两个化行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获取一些这样的啊 直接子元素啊 直接子元素啊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获取那个什么呢 t body啊 这样的话就比较有说服力啊 t b o d y啊 t body下面的话啊 啊来打一下啊 t body下面的话就是就是很多tr标签对吧 那么就是一个个tr标签以及一些这样的空白字符啊 那么的话就是啊 这样便利啊 这样便利好吧 就是你通过这个contents和这和这个trojan 可以过去到某个标签下面的那个直接子元素 他们的一些一个战斗啊 一些这样的直接子元素啊 那的话这个cones是以叶别的形式防徽 这个确准是以那个呃 生成器啊 那个迭代器防徽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笔记啊 就是这几课的一个笔记啊 那个常见的四种对象啊 第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tag啊 是呃 代表那个什么呢 b utf ul啊 svp中的所有标签啊 呃 不是 中所有的所有啊 所有的标签啊 都是什么呢 都是快 都是啊 都是他的类型啊 并且 并且那个什么呢 并且那个呃 b utf ul啊 svp的呃 对象啊 其实本质上啊 也是一个什么 tag 类型啊 所以呃 其实啊 以一些什么呢 呃 一些方法啊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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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什么呢 vend vend 哦 比如 所以其实这些方法 比如啊 并不是什么呢 并不是那个 b b b e a u t i f ul svp 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tag的 对吧 好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navgable navg tag b tag tag 就是啊 其实啊 就是 拍子 其实就是拍子啊 啊 记成自什么 记成资那个pysel 中和sdr啊 用起来啊 用起来就跟使用那个python 中pyththor的sdr是一样的啊 下面的话就是那个beautifulsop b a u t i f t i t i f y e p 呃 本继承继承自什么的 继承自那个啊 泰克对吧 呃 用来创建那个 那创建 用来那个生成啊 用来生成那个啊 用来生成那个b a u t i f u l 啊 受苦数数 对吧 对于一些查找查找方法啊 比如啊 放的什么呢 但是也许是带着这些啊 其实还是这个太有了 对吧 下面的话就是那个common的啊 c o m e t 啊 这个也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还说啊 就是就是继承自什么 就是继承自这个啊 native navi na v i n a v i j a 表演 对吧 好下面的话就是那个啊 混迟死啊 和这个出手 获取啊 返回什么呢 返回所有某个标签下的啊 所有子啊 那个直接直接子元素啊 其中也包括什么呢 其中也包括啊 字符创 对吧 这个 他们俩的区别是啊 那个contents 返回来的是一个列表啊 确诊cg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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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这期课程哈 就讲到这边 然后的话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 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tring哈 如果在某个标签下面存在多行的那个字符的话 多行的那个文文的话 那么通过这个string方式就忘记不到了 好吧 啊 那么这个这个string的话哈 可能右起来就比较那么局限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几个人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